我是Yisabel 那我今天要提案的是那個線品小簿 那大家可以先看到左方這邊有一個很長的東西 那這個上層是一個叫做線品廚房的計畫 那這下面線品廚房因為經過幾次討論以後 延伸了非常多下面的子計畫 那包括剛剛那個CL講的那個自己選區計畫 那我現在要講的是一個從原來線品師簿以來的照顧 我們大概前兩次黑客棕都有提案這個 就是是一個基礎建設的那個 就是幫助大家去了解現在我們的憲法的問題 的一個基礎建設的一個工作 那基本上就是會有一些很簡單基礎的題目 那因為我們要想辦法讓大家對這個題目有興趣 所以後來就上次的那個建民鬆裡面就討論到說 那如何讓大家用一個互動的方式 來對這個題目產生一點想法 然後我們現在想要的方式是這樣的 基本上就是我們先看這個 他是一個那個就是他會發卡給你 就是我們會一個人進去以後 大概會有二十張十五到二十張卡 譬如說他就會問你說 你知道現在修憲需要九百萬人同意嗎 那這個就是你可以去分說這個卡 是關我屁事還是我沒有意見 還是我想要了解更多 然後就是這樣子分下來之後呢 他會有告訴你說你認為沒有意見的是怎麼樣 那就可以了解說大家比較關心的 譬如說是是修憲門檻 就是投票年齡要降低呢 還是說大家比較在乎的是 是不是應該有給予同育權 或是說大家比較在乎的是那個修憲 修憲門檻 現在是很嚴重修憲門檻這些事情 那也許有些是大家完全不知道 然後所以接下來我們希望就是 如果需要更了解更多 就回到原來那個憲憲廚房規劃那個答案裡面去 然後讓大家可以去針對自己有興趣的題目 再多去了解 那這個東西現在是有 就是內容的部分的話是法研所的老師 專業法研所老師還有法研所學生在幫忙做 那那個技術的部分畫跳坑的那個 那個high chain 還有之前有幫忙做一些那個規劃的賽 那很歡迎大家一起來 謝謝